晚安 您好 我是陳凱一 歡迎您持續鎖定東森晚間新聞 不過在中山北路上買到的鑽石 居然還不如這麼一隻蝦子 你沒有聽錯 真的非常的誇張 那麼居然一隻蝦子要價18萬元 這個就是畫面上你看到這種 所謂的紅白分明的水晶蝦 水晶蝦怎麼賣這麼貴呢 原本是由日本進口到台灣的 但現在可是台灣之光呢 因為台灣玩家很厲害 可以培育出不同的基因 也就是說除了像剛剛我們看到 這種水晶蝦之外 還可以培育出這種幾乎全黑的 那麼這種蝦子非常的貴 一隻要價2萬塊錢起跳 而如果是母蝦爆彈的話 還可以賣到折合台幣約18萬元以上 簡直是比鑽石都還要昂貴了 又在水中身體幾乎全黑 沒仔細看還找不到 但可別小看這隻 生長不到兩公分的蝦子 它是水晶蝦 現在很夯的新寵物 有一個響亮的外號 黑金鋼 大概六個月大來自日本 身長只有2.7公分 單單一隻就要8萬塊 它最大也了不起 只有2公分多而已 重量應該是算比黃金還貴吧 不過這還不是最貴的 有的更高檔的水晶蝦 它可得要10幾萬 像這隻的顏色就很厚 它身上有蛋看不出來 這隻就是 它身上蛋你就看得出它身上有蛋 這顏色就比較薄了 別看這些蝦迷你 只有一兩公分大 它們全是依照身上的斑點論身價 好的蝦種 頭頂一定會有圖案 有的菱形 有的像是皇冠 而且紅色斑點越少 顏色越白就代表等級 越高越貴 要養這些蝦可不簡單 水質是基本的要求 降溫器 濾水器 還有照明燈 缺一個都不行 設備貴又難養 而且一隻幼蝦 起碼也得幾百塊 想要把水晶蝦 養成十幾萬的黑金剛 除了要有本事 恐怕也要有財力 東訊新聞綜合報導